不需要爸爸妈妈再说了 我明天会比今天做得更好 原谅我吧 请你们原谅我 拜托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探记录 我是老默 今天讲的是一宗日本的儿童虐待案 这个案子在写的时候 我就感到特别的心痛 网上有些文章写到 肌肤是恶棍 是魔鬼 母亲明知有虐待行为存在 为了保全自己的立场 并未进行劝缩和阻拦 而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打死 则更是恶魔 但我并不这么认为 所以大家在听前做好心理准备 开头的这一段话 是一位五岁小女孩所写 这些话是在她日记本中发现的 而日记本中到处充斥着相同的话语 她在不断地请求父母原谅 她会承诺 她下一次会做得更好 这个孩子的生活没有充满阳光和快乐 原因出在了她的父母身上 而这个原因是日常随处可见 你可能有过相同的经历 接下来让我们一步一步了解事情的真相 本案当中的受害小女孩叫解爱 她的母亲叫优理 优理家中排行第四 从小家庭环境不是很好 19岁高中毕业后就生下了小解爱 但是22岁的时候就和解爱的亲生父亲离了婚 之后便独自带着小解爱 优理由于文凭不高 为了养活小解爱 就选择到夜总会工作 那时优理心中毫无未来可言 在夜总会做了一段时间以后 认识了同样在夜总会工作的船户熊大 因为孤单想要依靠的原因 就选择了大她8岁的船户熊大 优理对熊大很着迷 在优理的眼中熊大知识渊博 优理还说过 想向她请教很多事情 对熊大来说 优理的爱慕 保护了她自尊心的同时 又让她越来越自信 所以熊大很疼爱优理 周末会带她去公园 这时的小解爱 也亲切地称熊大为哥哥 不久 优理怀上了熊大的孩子 得知消息的熊大决定担负起责任 要和优理结婚 还向优理承诺 生完孩子后会搬到东京生活 熊大的这一顿安排 让优理心中很是感动 她对接下来的生活 也开始抱有希望了 但是由于优理工作 还有小解爱的关系 熊大的母亲 并不同意熊大和优理结婚 说白了就是看不上优理 2016年4月 熊大这边根本没有听取母亲的意见 毅然决然地和优理结了婚 并把小解爱作为养子 一起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此时的熊大也想证明给母亲看 她没有选错婚姻 一定可以拥有理想中幸福的家庭 毕竟 这也是能够和母亲和解的一个办法 准备好一切的熊大 没有想到 新婚生活和她的想象中 差距深远 因为优理 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母亲 所以在生活常识 和人际交往方面 她都很缺乏经验 此外 由于工作原因 优理结实的朋友们 都和她的情况类似 全是低文凭的单身母亲 有些甚至会在吃饭时 对自己的孩子说出 烦死了 去死吧 之类的话 在熊大看来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教育方式 所以在担心 优理是不是 也不会教育孩子 总之这一切 都和熊大想的不一样 但是熊大没有选择放弃 在小解爱这边 熊大心中也有怨言 有一次 熊大在给小解爱 办理收养手续时 文件上写着 熊大是养父 这一点 也深深刺痛了熊大的心 婚后的一段时间 熊大开始对优理 变得越来越严厉 下班回到家后 每天一小时 有时还会教育 优理到深夜 内容经常是一些 优理日常的行为举止 和对小解爱的教育方式 当优理对她所说的 开始辩解时 熊大会说 你连育儿都不会 别擦嘴 这一切 优理都默默地承受了下来 心里还觉得 熊大是为她考虑 优理在努力理解 熊大的想法和方式 所以优理会尽可能地 按照熊大的标准去做 有一次还在熊大发火后 给她发信息说 谢谢你 花宝贵的时间 对我发火 随着时间的推移 熊大对小解爱的管教 也开始变得严厉了起来 除了日常生活琐事 还有教她读书写字 如果小解爱 没有兴趣和干劲 熊大就会大声地训斥 或者对她拳打脚踢 还会把她关在家门外 并且还对优理说 不要把小解爱 当作孩子对待 禁止小解爱撒娇 禁止拥抱她 同年九月 优理淡下了一个男孩 就算这样 熊大也没有停止 对优理的严厉 根据熊大朋友回忆 那段时间 熊大嘴上老是说 家里认真的只有我 优理不好好做 只能由我来做 从这里可以看出 熊大基本上不认为 自己那种方式是虐待 反而觉得 自己是在拯救家庭 一边严厉管教着 另一边又经常带着一家人 去岳父母家玩 在岳父母面前 自豪地炫耀 小解爱的学习有多好 行为举止有多礼貌 只要被岳父母表扬 熊大就会由衷地高兴 这也可以理解为 是熊大满足自己 自尊心的方式 但不知可否的是 他的这种教育方式 的的确却是虐待 因为此事 他两次被儿童相谈所 早去谈话 儿童相谈所 是根据日本儿童福利法 在各地设立儿童保护的 专业机构 目的是为了保障 受虐儿童的利益 小解爱第一次被保护时 是2016年的圣诞节 也是熊大有理 结婚的第八个月 这一天 因为有理在家点心吃多了 所以被熊大关在门外 当时正是寒冬天 附近的邻居看不下去 就报了警 警察到了以后 询问过后 得知的小解爱 被父亲打得正言 之后就将小解爱 交给了儿童相谈所 儿童相谈所 把熊大和有理叫了过来 询问事情经过 一开始熊大就承认 自己动手打了小解爱 但坚持认定 不是虐待 儿童相谈所这边反复强调 一旦打孩子 就已经构成了虐待 在这样的情况下 熊大不情愿地说出 打孩子是不对的 还声称 结婚之前 有理对解爱 都没有好好管教 之所以解爱能够到 现在的这个地步 是因为我好好管教了他 接着 儿童相谈所询问他 这次动手打小解爱的原因 熊大说 解爱撒谎 不管提醒了多少次 也改不了 还执着于吃东西 吃的太多了 但从小解爱看来 他被迫做了 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为了保护自己 才撒了谎 可是熊大不理解这点 而且他对小解爱 因为害怕 而对他使用禁语 这件事情 也感到距离和焦躁 这边儿童相谈所 反复劝说 不要使用暴力 熊大和优理都明白 如果不接受的话 小解爱就不会再回来了 所以他们保证 今后不会再动手 就这样 儿童相谈所 在2月1日 解除了暂时保护 把解爱送回了家 之后也会 时不时的家访 来保护他 这次过后 熊大心里 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 在小解爱回家后 还是向他动了手 根据这件事情 熊大还和自己的朋友抱怨过 自己的女儿不听自己的话 关在门外 只是惩罚 不是虐待 其实很简单 就能想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解爱只有三四岁 在这样的情况下 被不是亲生父亲的男人教育 小解爱会反抗 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可熊大想不通 反而他越来越想证明 自己是对的 对小解爱 就越来越严厉了 熊大因为解爱不听话 而感到烦恼 站在中间的优理 也受到熊大的影响 开始强迫小解爱听话 在管教后 优理同样也和朋友倾诉说 小解爱不听话 想要理想家庭的熊大 受到暴力对待 而远离继父的解爱 爱着丈夫和孩子 却没有妥善处理方法的有理 这三人的关系 开始逐渐破碎 就在小解爱从相谈所 回到家中的一个半月后 3月19号 警察在巡逻时 再一次遇到了小解爱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警察将小解爱 直接送到了儿童相谈所 检查身体时发现 小解爱的下唇 腹部有余青 双膝也有擦伤 这次小解爱在福利院 待了四个月 在这期间 小解爱过得很好 儿童相谈所 也和熊大建议 将小解爱送到福利院生活 但熊大拒绝了 给出的理由 第一 是入住福利院 是需要费用的 自己承担不起 第二 怕小解爱在福利院 便邋遢 由于相谈所 没有征得父母的同意 所以只能再将小解爱送回 但提出了五个条件 一 让解爱上幼儿园 二 周末在祖父母家过 三 带解爱到医院门诊就诊 四 定期带解爱到 相谈所面谈 五 禁止使用暴力 熊大拒绝了第一条和第二条 给出的理由是 明年要带一家搬去东京生活 想要让解爱去东京上学 所以目前就不让小解爱 在这边上幼儿园了 他觉得小解爱 周末不能送到祖父母家 他认为祖父母会溺爱孩子 而且他心中觉得 优理父母家环境不好 相谈所根据熊大所说的情况决定 如果熊大可以保证 遵守剩余三条的要求 就同意他接小解爱回去 7月30日 小解爱回到了家中 熊大和优理二人决定 对小解爱的教育 暂时交给优理 优理按照相谈所的约定 定期带小解爱去医院看门诊 医生说 解爱经常会说 爸爸好可怕之类的话 解爱很喜欢优理 也爱向优理撒娇 而优理却因为小解爱的教育问题 时常头疼 他经常问医生 小解爱是不是平时吃太多了 但是医生回复说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不要去限制饮食是最好的 优理之所以会因为 解爱吃东西而烦恼 原因在于 熊大对于家人 在饮食方面的限制 在家中 熊大总是不允许 小解爱吃很多东西 熊大认为 纤细的身材 代表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如果体重增加了 就认定为 生活习惯有问题 这种饮食限制 不光只针对小解爱 在熊大眼里 优理也同样适用 因此 他在丈夫面前 只能吃卷心菜 偷偷地吃些 碳水化合物和泄药 有人问 都这样了 优理为什么不离开他 那是因为 优理爱熊大 爱到可以忽视一切吧 紧接着 一家人开始左手 潜入东京的计划 到东京生活 也是结婚时 熊大对优理的承诺 熊大有一个朋友 之前和他说过 可以帮他在东京 找到一份演艺圈的工作 因为次年四月 小解爱就要上学了 为此 熊大必须先独自到东京 为妻儿的生活 提前做准备 熊大辞去工作 十二月 独自先到东京 并约定好 一月就会将妻儿接来 在这期间内 优理和孩子们 在香川县的家中 度过了一段 轻松快乐的时光 也很期待 东京的新生活 一月二十三号 优理带着孩子们 来到东京 暮黑区 熊大热情地迎接了他们 他发现 小解爱变得积极开朗 并且对他没有使用禁语 因此非常开心 下一刻 熊大看到小解爱胖了 他认为 这一个月 小解爱在家中 无所事事 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又像是在香川时一样 开始教育优理 强迫解爱学习 限制家人饮食 此时的熊大 表现出非常焦虑 也会和女二人生气 因为 熊大这时没有工作 他心里憋着一肚子火 那个在东京的朋友 并没有给他介绍 很好的工作 在这一个月里 熊大也在找工作 但都不是什么 合适的工作 外加 马上要准备 小解爱上学的钱 可是眼看着存款 越来越少 人也就渐渐失去耐心 熊大出于这种焦虑 要求白天 优理带着孩子出门 不要让儿子 妨碍他找工作 小解爱 这留在家中学习 熊大的这个方法 不但没有帮到自己 而且还给小解爱 带来很大的麻烦 他忧郁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 不断受挫 导致更加焦虑 还将这种情绪 发泄在小解爱身上 不断地给小解爱 出无理难题 例如 早上四点 订好闹钟 自己起床 运动到呼吸困难为止 背读久久成发表 背诵 岁数的诗 下午四点 打扫浴室 用片简明 练习写日记等 这些事情 对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来说 也算是虐待 这天熊大让解爱去学习手表的读法 但是 解爱很累 就翻出被子睡着了 熊大勃然大怒 把他带到了浴室里 打了他的脸 还用淋浴头 向他泼了冷水 优理在另一个房间 给儿子喂奶时 看到了这一幕 但因为害怕 什么也说不出来 从这一刻 小解爱的生命 进入倒计时 被打的第二天 小解爱的脸上出现了愚青 熊大还嘲笑他说 真像一个拳击手啊 这次优理看不过去了 让熊大不要再对解爱 使用暴力了 可怜的小解爱和优理说 想去爸爸不在的地方 接着 熊大又再一次接管了一切 开始独自照顾小解爱 先是把小解爱 关在一个房间里 然后给他制定了 更为严格的计划 并且再一次 对他的饮食开始限制 不给吃碳水化合物和肉 只能吃食井豆之类的东西 有时一天只吃一次 然后每天用体重计 测量体重 并记录下来 小解爱在这种要求下 身体开始变得越来越差 从原先的16公斤以上 只降到12.2公斤 这时优理确实对小解爱 没有积极提供帮助 只是偷偷地喂给小解爱一些零食 不会把他带出房间 也不会向别人求助 当儿童相谈所来看小解爱时 优理回绝了 二月份的小学说明会 优理也是独自前去 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 不惹怒熊大 优理还会把熊大定下的规矩 写在纸上 贴在房间里 做某件事的时候 结束后确认花了几分钟 学习之前说 解爱要努力 结束的时候说结束了 不说谎 不敷衍 不放弃 微笑着等 换做大人 在这样无处不在的压力下 都会喘不过气 更何况小解爱呢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小解爱一一承受了下来 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妈妈 我以后不用等爸爸妈妈说 我也会自己听话的 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做得好 求求你们 请原谅我好不好 求求你们了 以后保证再也不会犯相同的错误了 原谅我吧 昨天没有做好的 还有之前犯的错误 我都会改 我之前像个傻瓜一样 玩起来也像傻瓜一样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保证再也不会这样了 明天开始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我会拼命努力的 会努力的 熊大到此刻都没有明白 他所做的这种教育 就是虐待 因为他在自己经济很差的情况下 还是给小解爱买了很贵的书包 相信自己教育没问题的熊大 更不会想到 小解爱会因此死去 从2月25日前后开始 小解爱开始说肚子疼 连少量的食物都不能吃了 看到这一切的熊大 还说这种情况 对减肥很好 但小解爱开始呕吐 熊大和优理觉得事情不对了 优理想要带解爱去医院 但是被熊大拦住了 因为熊大害怕 小解爱脸上的瘀青 被医生看到 害怕再一次 被医生判定为虐待 就和小解爱说 等你脸上的瘀青好了 我就带你去 接着 熊大在网上查了治疗方法 买了一些药来治疗解爱 3月2日 小解爱的病情加重 这一天 小解爱躺在被窝里 用电脑看动画片 但是身体动作很慢 优理注意到了这一点 为了不给熊大造成压力 他拜托熊大 带着儿子出门 这时优理觉得 解爱是可以好起来的 还在鼓励他 等爷爷奶奶来东京了 一起去迪士尼乐园吧 等你上小学了 一起玩吧 虚弱的小解爱嗡了一声 下午5点22分 小解爱开始呕吐 撑肚子疼 然后就这样闭上眼睛 陷入了心肺停止的状态 外出归来的熊大 马上拨打了119 小解爱被送进医院 确认死亡 死因是营养失调 引起的败血症 接着 警方以虐待儿童 致死的犯罪事实 逮捕了熊大和优理 在2019年10月 进行的公审中 熊大被问到 对解爱的感情时 一边痛哭 一边说出下面的话 我 作为父亲 感到很抱歉 最后 熊大被判 有期徒刑13年 优理被判 有期徒刑8年 到此 就是整个案件的全过程 熊大的观念和行为 看似动机都是好的 却直接造成 小解爱的悲剧 那又是什么 造成熊大的 这种行为方式呢 1985年2月 熊大在港山县出生 因为和妹妹相隔8岁 所以就被当作独生子养大 小学二年级的夏天 因为父亲的工作 一家人搬到了千叶县 小学五年级的夏天 又搬到了北海道 据说 因为这段经历 熊大的性格 变得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他 其实 真正改变他的 却是父亲的暴力 熊大和大学同学 在一起洗澡时 熊大指着头说 我被父亲打到头骨变形 一直在父亲的暴力教育下长大 导致他认为 作为家长就应该用暴力的方式 教育孩子 而这种想法 直到小解爱再也睁不开眼睛了 他都没有明白 错在哪里了 我的朋友曾经和我说 他特别讨厌自己的父亲 因为他用很粗暴的方式和自己沟通 这导致他和父亲有很深的嫌隙 然而在前些天 他和许久不见父亲的一次通话 改变了他的想法 已经30岁的他 鼓起勇气和父亲哭诉 自己对他的怨恨 希望他能对自己温和些 给自己一些理解 他告诉我 他的父亲听过以后 沉默了一阵 在他以为自己又要被狠狠骂一顿时 他的父亲轻轻叹了口气说 我真羡慕你 还能把这些话 跟自己的爸爸说 我也想和我爸说这些话 但我没机会了 他的爷爷已经不在了 也是这样被他的爷爷教育过来的 为人父母大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岗位 却没有任何的岗前培训和考试 这是一份最难做好 却没有最佳答案的工作 如果你身边也出现了暴力教育方式 他也许就是被这样错误对待 长大并半其一生的 他很有可能只会这一种方式 但比起被错误对待更可怕的是 没有意识到这是错误的 因此再复制给下一代 希望我们能做得比上一代好 希望我们的下一代 能比我们做得更好 好了 本期的探奇录就说到这里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老默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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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